非常冒昧的问一句 请问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您的收入是多少呢 您的学历是硕士博士还是学士呢 您爱看美剧还是韩剧日剧呢 那最近呢一位韩国学者就出炉了一份报告 而报告呢则是把矛头直指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 并将他们按照不同的剧籍类型和收入学位等进行了划分 高收入高学位的中国观众大都爱看美剧和日剧 而韩剧的簇拥者们则都是低收入人群 近日一份韩国学者的研究报告得出了如上的分析结果 不靠谱 我觉得不靠谱 我觉得可能有点偏颇吧 既然有人说不靠谱 那就听听他们的解释吧 其实个人选择问题 就也有些大叔大妈喜欢看这句的 我应该是个人喜欢问题嘛 和高收入什么都没 我感觉没什么真比啊 在记者随机的调查中 喜欢观看美剧的观众收入也是大相径庭 看来这个所谓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准确 其实此类有关电视剧受众群的分析早已比比皆是 并不值得稀奇 但只要他和受众人群的收入一挂钩 那就准会引起一片轰动 我讨厌看韩剧喜欢看美剧 为什么我的收入还这么低 收入和学历跟看什么电视剧有什么关系 如此说来从此只看美剧日剧 会不会提升收入跟学历 更有甚者直接呼吁大众为了学历和收入 远离韩剧 不要再看韩剧了 趁切做不到啊 在这篇分析中 这位韩国专家指出 韩剧之所以被归为低收入者和低学历者的最爱 因为韩剧的内容大多是直肠子 不需要观众开动脑筋 只要有单纯的感情发泄即可 而美剧和日剧则有较强的逻辑性 需要观看者动脑思考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美剧和日剧 都如这位教授所说 有着极强的逻辑性 像老友记这样长青的美剧 正是源自于他轻松搞笑的剧情 博得了许多观众的青睐 而韩剧也并非都是男主角 因身患癌症逼迫女主角分手的桥段 许多观众认为 韩剧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哪怕是学到如何进行衣服搭配 凡事总有例外 况且观众坐在电视机前 原本就是为了放松心情 舒缓一天的疲惫 如果要将闲暇之余的电视剧 再和生活压力挂起勾来 那可得再例坏多少人呢 新闻在线编辑报道